經過五分鐘後 我們依照操作手冊上的說明 我們看到這邊有兩條線 花生一號就是我們的乾花生 這時候兩條線的濃度相當的時候 代表沒有檢測出黃麴毒素 而下面這個我們花生二號樣本的話 它的梯線非常的淡 根據手冊的說明 這樣代表它是含有被檢測出來的黃麴毒素 那二號其實是我們自己刻意加料進去 當做positive control的樣本